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港股受到外围消息影响很大。在美国下月大选前夕,市场维持观望态度,加上资金流入新股认购。市况继续淡静,内地今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36万亿元人民币。 上升0.5%。好于市场预期,社灵总额增速在8月转正。为2020年来首月,商品零售在8月同比增长1.5%。增速同比提升1.3个百分点。 内需消费正在稳定复苏且消费信心继续回升。此外,内需在2020年的重要性凸显,预期将会有更多补贴政策和刺激政策利好内需消费。 加上临近11黄金周,相信会有资金流入消费股及内需股等炒作主题。 中长线型看好内地消费行业长期增长。特别是零售、服装、食品饮料和日用品行业的持续复苏。 试次建议股份为维柴动力02338。集团发布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50%的商业化柴油机。 维柴分别获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及德国TUV南德意志集团颁发证书。 认可其所达致的五成热效率。维柴的柴油机产品亦反映集团发动机技术优势。 研发实力与充足的技术储备。这款柴油机能够提高热效率。 帮助柴油机降低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卡车的使用寿命。 新产品对公司未来市场开拓及经营发展有推动作用。 并预计新产品将进一步提升维柴在内燃机领域的市场地位和产品竞争力。 热效率是内燃机的核心指标之一。 提升热效率对于发动机企业的综合技术能力有很高的要求。 从技术原理的角度,发动机热效率越高,燃料的化学能转化成动能的比例就越高。 从用户需求来看,更高的发动机热效率,带来的是更好的燃油经济效益从监管方面来看。 意味着更低的碳排放与更低的未然碳氢排放。 随着下游客户加深认识维柴发动机的节油性优点。 内置维柴发动机的重卡比例有望进一步增加。 特别是注重节能减排的运输物流行业会较感到兴趣。 这款新型发动机将成为维柴未来市场拓展的重要产品。 集团的商用车发动机市场份额将由今年上半年的30% 增长至今年底的32%,而明年将进一步增长至3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关于模式参加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理计理由于注意观看。 您所讲的电视频和声音楽 чтобы发展一下。 维维点和电视频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所讲的电视频和电视频的毕端。